四月蒋平来到三塔观,一敲这庙门,犹达里边出了一个老道,老道把门开开之后就问蒋平,你找谁啊? 蒋平冲得一笑,我找你啊,老道一听,上上下下把这蒋平打亮了一番,然后就说了,你找我?我不认识你啊,蒋平说,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啊,这老道说你认识我,那你说我叫什么呀? 蒋平说您叫老道啊,哎,你怎么这么说?蒋平说你瞧,您不是老道吗? 这老道说对啊,我是出家人,蒋平说这不就结了吗?您是老道,我呢也是老道,一笔写不出俩老道来,咱们都是三清门的门下,咱们都是太上老经的后仪, 咱们不都是一家子吗?我呢,今天到这来没别的事,有求于您,所以你是老道,我是老道,有求于您,自然关照,就这么回事 这老道说你对我求什么呀?蒋平说我对您呢,不求别的,实不相瞒,我呢,是闯荡江湖,到处算卦的这么一个出家人 日子过得很紧啊,我四海云游,无处定居,走到哪儿呢?我就专门住安堂四冠,今天到这儿了,我一看这儿有一冠,而且这个冠还不小,故此呢,我敲打门环,我就想在这儿求住一夜,明儿早晨呢,我就还走,我要住店呢? 我住不起,没店钱,住这冠呢,都是老道,能省俩钱,怎么样?不知道道长能否容呢? 这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是想在这儿借宿一夜,讲明儿对了,叫这什么回事? 这道长说啊,我说这位同道啊,你想住在这儿呢,我考虑这个事情不算大,但是呢,我不是这儿的冠主,我们的冠主在里头呢,我现在出去啊,要买点东西办点事儿,你要想住在这儿,那你就在门口这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买完的东西回来,我带着你进去见冠主。 如果我们冠主,如果我们冠主点头答应同意你住下了,那你就跟我住在这个冠里,要是冠主不同意呢,那我也没有办法。 您在这儿,您在这儿稍后片刻,怎么样? 蒋平一听,瞅着这个老道,手里边滴着的一葫芦,再看这个老道呢,脸上红扑扑的,好像刚喝完了酒。 哦,蒋平就问了一句,哎,我说大爷,您想去买什么呀?办什么事儿啊? 这老道把这葫芦一滴了,瞧见没有? 我这个东西,蒋平说,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哎,什么叫卖的什么药啊? 我告诉你,我这个葫芦空了,我要去打点酒。 哦,蒋平心想这个老道脸都喝红了,还没喝够,还想去打点酒去,还想接着喝。 嗯,这是个贪酒的老道,蒋平说,哦,您就去打酒啊,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哦,别的事儿没什么,我顺便想买点这个韭菜。 得了,您把这活儿交给我,我替您打酒去,我替您买菜。 您想啊,我要是住在您这儿,今天晚上我把店钱省了,这饭钱我不能省啊。 所以我就把这饭钱得给您先垫上啊,我给您拿酒去。 老道一听这个,马上那个脸上,就不像刚才那么沉着了,就见点笑模样了。 哎,别别别别,你刚到这儿怎么能好让你花钱呢? 蒋平说,哎呀,咱们这爷见面,这不就是同道吗?你给我吧。 蒋平伸手把他这葫芦就接过来了。 拿过来之后,转身就走。 感情离着这个地方不远,有个小村儿,这村上有卖酒的。 蒋平到那儿,就打了这么一葫芦酒。 蒋平心想,他这葫芦啊,能装三斤。 这葫芦个儿还真不小。 一闻这葫芦啊,这是装酒专用葫芦,里面这个酒味特浓。 打完了这个酒,把这葫芦盖盖上。 蒋平又打听这村里边哪有卖什么韭菜的,有人就介绍给他了。 到了一家卖酱牛肉的地方,买了二斤酱牛肉。 拿个大荷叶一包,人家捆好了。 蒋平逼了这,又买了这么一包盐烹花生米,这都是韭菜啊。 蒋爷拿着这东西回来,当他回到这个庙门口的时候,一看这个老道啊,还在门口这儿站着等着他呢。 蒋平来到这老道的跟前,哎呦,大爷,瞧见没有,酒给您打回来了,菜也给您买回来了。 怎么样,您领着我一块去见您这罐主。 蒋爷把酒也买来了,把菜也买来了,这个时候这老道脸上马上就全是笑了。 看了看蒋平,哎呀,没想到啊,朋友,你真够仗义的,啊? 这一见面,钱都让你花了,我这心里边好不落人呐。 这个罐主啊,哎,见不见得无所谓,你呀,就跟着我上我那屋去吧。 见了罐主啊,他事儿还多。 我呢,把你领到我那屋,咱俩一块儿喝点吃点,然后呢,你就在我那屋一睡。 罐主不过来,明天早晨您就走了,谁也不知道。 蒋平一听,我给他花这点钱不白花,现在罐主也不用见了。 蒋平的咱们说,好嘞,那我就跟着您。 蒋平跟着这个道爷,就进了他这东乡房的礼间屋。 看来这个老道就在这屋住。 到这礼间屋之后,蒋平一看,这桌子上边,原来摆了一些菜。 这菜啊,已经是吃的背盘狼藉了。 旁边有拌了烧鸡,这拌了烧鸡就光剩了两个鸡爪子,还有点鸡骨价。 看来刚才是老道自个儿在这吃的。 蒋平把新买的这韭菜放在桌子上打开之后,放在盘子里一到,您瞧这怎么样? 老道一瞧,哎哟,这酱牛肉我是最爱吃的。 蒋平说,你看,我就知道您能爱吃这个,所以就给您买来了。 你看看,再来点这盐烹花生豆,这个也挺好,这都是下韭菜。 蒋平说这么的吧,我就陪您在这喝点。 老道一听,点了点头,谢谢你啊,咱们俩这是有这个缘分,啊,来来来来。 这老道又找出一个碗来,给蒋平摆在桌子上,把这葫芦盖打开,两碗酒先满了,把这酒碗一端。 我说,同道,今天咱们两个有幸相逢啊,啊,先干一个。 蒋平说,好嘞,咱先干一个,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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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一碗喝下去。 喝完了之后,蒋平瞅着这个老道啊,刚才已经喝了一阵子酒了,现在还接着喝,说明他这个酒量不小。 也说明这个老道不怎么正经,蒋平就问了,道爷,请问您俗家的名姓怎么称呼? 这老道一听,你问我呀,跟你说,我姓胡,单字名和,我叫胡和。 老道这个名字叫得挺好,胡和,他是叫到宋朝,他要叫到今天呢,这个名呢,打麻将好了,胡和,和也是胡,胡也是和。 所以他就是胡,完了接着还胡,他宋朝没有麻将,不知道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老道说,我叫胡和,您叫什么名字呢? 蒋平说,我姓张,我叫张池,张池,一张一池嘛,您这个胡和,和哪人和也,说明您这个人呢,脾气挺好。 老道说,哎,什么脾气好不好的,混碗饭吃吧,挨度生火,怎么着不是一辈子? 蒋平说,嘿,您怎么说出话来这么悲观呢? 怎么不是一辈子,这人的一辈子跟一辈子可不一样啊? 人家有的活的是大马金刀,玉堂金马,有的活的是非常艰难困苦,贫寒交迫,这您怎么说出这样的感慨? 哎,我呀,跟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呢,不是做科的老道,不是从小出家,我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 哦,蒋平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出家的? 从什么时候出家呀? 原来呀,我是成家立业有媳妇的,有媳妇,我这媳妇呢,得了病死了,死了之后,我很悲伤,很痛苦。 我接着就又娶了一房,娶了第二房之后呢,我这第二房媳妇呢,结果又得了病,她又死了,得的这病啊,跟我第一房媳妇那个病啊,是一样的。 两房媳妇都死之后啊,我这精神就完了,俩媳妇都没给我留下一个根儿,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没有。 我当时就想啊,我这个人那是命理无儿莫强求啊,再有一个呢,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娶媳妇,娶一个死一个。 既然两个媳妇都死了呢,我想我也别再娶了,再娶也没意思了,既然不娶媳妇呢,干脆我就出家吧,我就出家当个老道了,倒在这里,就当了这么一个道人。 蒋平说,照这么说,你们这个罐主把您给收留了,哼哼,跟您说呀,我望这庙里来的时候,现在这罐主他可没来呢,那个时候,老罐主,那是真正的道爷。 哼,那老道,先锋道骨,你一看跟老神仙一样,胡子这么老长。 哦,蒋平说那个老罐主怎么了,老罐主死了? 哦,多大岁数死的,多大岁数,八九十岁了。 这新罐主就来了,新罐主就取耳代之,蒋平说这个新罐主,看来是真正的老罐主的弟子。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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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这新罐主啊,还赶不上我呢? 蒋平说怎么赶不上你? 我呀,今天呢,跟你咱们是萍水相逢,一见头缘,有什么话,就都想跟你说,也加上我今天喝了这点酒,特别高兴,特兴奋,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新罐主,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蒋平说干什么呢? 这新罐主,原来是山代王,战身为王,落草为寇,戳竿的立队伍,有一伙子人。 后来啊,混着混着,觉得这条道是越走越窄,前途暗淡,所以最后把脚一跺,金盆洗手,不干了,就跑这儿当老道来了。 咯,蒋平说山代王,跑这儿当老道来了,那能当得好吗?他会念经吗? 谁说不是呢?他念经,你问他老子叫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呀,反正就在这儿就混吧。 唉,蒋平说他叫什么名字? 这胡河说,他叫吴道成,这个名字叫的啊? 您听听,吴道成,他想当老道,吴道成,他当不成,他想学道,他也学不成。 要是给他道着念呢?成道无,他想成道,他也成不了,你说冲他这名,他就不应该当老道。 蒋平说就是啊,那他在这儿当老道,当得怎么样呢? 吴,他这老道啊,当得可热闹了。 您别看我们这个三塔观,我们这里边,吴,出出尽尽的,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啊。 哎,来,咱再干一个,蒋平跟他又干一碗。 随着这个酒一点一点的喝,这胡河呢,说话也越来越厂快。 哎呀,酒是好东西啊。 蒋平说,您先等会儿,我问您,您刚才说,这庙里边特热闹,什么人都来,都什么人来过呀? 什么人来过啊?我跟你说,朋友,比如说昨天,昨天我们的庙里就来了一位,这个人,正是现在官府到处寄拿,拿他不找,找他不到的这个人,跑我们庙里来,蒋平说叫什么名字? 他,他姓花叫花冲,江湖上宋外号叫蝴蝶,大伙又都叫他花蝴蝶,蒋平一听,心中一动,哦,这花蝴蝶,上你们这庙里干什么来了? 嘿嘿,我跟你说,张兄,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贯主啊,跟这花蝴蝶是朋友。 早年就认识,当年他战身为王的时候,花蝴蝶就出入他的家中,花蝴蝶知道他在这儿出了家,当了贯主了,隔三差五的就跑到他这儿来,到这儿来,在这儿就住一宿,两个人是又吃又喝又谈又闹,瞧他们两个人呢,还真有的话说。 蒋平说,我听说这个花蝴蝶是个贼呀,是采花蝴贼。 哎,谁说不是呢,胡河说就这花蝴蝶,好嘛,贪测过度啊,他看见哪个漂亮女人呢,他都想给人家睡了啊。 这个小子,恨不能把全天下所有的漂亮女人,他都给瞒过了,你说就冲他这个想法,这小子他好得了吗? 哎,酒蝕财气,这四样,都不能没有,但是都不能过多。 你比方说酒,我就喜欢酒,我喜欢酒,无非是我就喝醉了拉倒,睡一觉我就好,这就得了。 说这个酒整天我把它喝得烂醉如泥,什么时候也不行,这体格就快造完了。 那,色,我们有人过来叫骰,贪骰,贪色,就这花蝴蝶属于这样的,这个小子,一见了漂亮女人,他就起邪心,就起阴意,他祸害了多少漂亮女人,他杀了多少女人,他不光说给人家祸害了,祸害完了还得拿刀杀了,缺德不缺德,损音不损音哪。 这小子,这小子,这就叫拉着大车卖煎饼,他瘫得太多了,他瘫得太多了之后,一个是将来老了,他必定不能得善终,说不上什么病找他身上,再一个是不等到他老了,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这官府中不拿他吗? 我听说现在任何县,到处张告示就拿他呢,这小子反正啊,有点冷奶,来无影去无踪,官府中想抓他也抓不着,但是我琢磨着他不是好做,他是贪色的,财! 我们这贯主就贪财,战胜威王的时候,为了多多的脸钱财,现在当了老道了,还想弄钱财,这花蝴蝶为什么跟他那么好啊? 花蝴蝶有时候不定到谁家偷一大笔钱,到这跟我们贯主对半分呢? 哦,闹了半天,你们这贯主宰这是坐地分赃,对了,嘿嘿,你说这不是贪财吗? 我琢磨着这个,也没有好结果,气,世人都得有点气,没囊没气那是泥台,对不对? 但是有气是有气,你不可能过多的生,要想得开,要化得开,你要过多的生,这气欲集结,在心里边就成了病了 所以我把这事儿啊,都看清楚了,这花蝴蝶昨儿来了,他昨儿这一来合好,您知道吗? 昨天官家来人了,来了俩呢,跟上他了,要把这小子给逮住啊 这花蝴蝶昨天来的时候,不像往常,先找我们贯主,向后院打起来了 后来我们贯主知道,过去,帮他忙去了 把一个人给逮住了,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逮住之后,我们后院三个塔,最大那个塔底下,那算有个小屋,开个门把他塞那里边锁上了 我跟你说呀,那个塔门的钥匙就交给我带着,告诉我 没有他的命令,绝对不能打开那塔门,那我就记住了 我敢私自去开那塔门吗? 哦,那个人什么样? 那人体格挺棒,我琢磨着,要不是我们这贯主帮着忙啊 那花蝴蝶未必能打得过这个人 蒋平当时心中一想,哎哟,这人是不是我二哥韩章啊? 啊? 哎呀,要真要是我二哥韩章,那我今天可是来着了来村了 我一会儿把他灌醉了,从他身上拿出钥匙来到后边,把那塔底下那门开开,就把我二哥韩章给放出来了 蒋平刚想到这儿,就听外边敲门,棒棒棒棒棒棒 这胡河一听,哎,你别言语啊,我告诉你,这一敲门我听出来了,这是我们贯主来了,啊,贯主来了 您别动,您就靠里边坐着,这屋里边啊,灯光很暗 他呀,一般看不着你,我去上门口外边迎他一下,他没大事 这胡河站身就出来了,除了李建屋来到外建屋,把房门一开,咕咕咕咕咕 哎哟,贯主,您有什么事? 蒋平就听见外边的贯主问他 你干什么呢? 哎,我没什么事,我今天就是老老实实在屋坐着,我也没喝酒 你还没喝酒,你这酒气都熏人了 行啊,你就喝吧,早晚把你自个儿喝死 贯主,您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吩咐? 我告诉你,好好地关照点这个庙前半后半,我的好朋友又来了,我们两个要上暗室之中去交谈 知道吗?哎,您去您呐,您放心,这个庙前前后后,什么事没有,我肯定给您关照好了 好吧,就这样吧 这贯主转身走了,胡河把房门关上,转身又回来了 你见蒋平,张爷,听见没有,我们贯主说了他好朋友又来了,那就是花蝴蝶又来了,花蝴蝶这一来跟他上密室交谈,又不定有什么事呢?来,咱俩呀,还喝咱俩的,咱俩把他喝个一醉方休 蒋平心想,嘿,今天晚上可太好了,如果我二哥在后边塔里边压着,我待会把他灌醉了,救出了我的二哥,然后一块去抓,花蝴蝶